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四日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改变形成 没有按周末计划去打高尔夫球 而是临时改变心意留在白宫 处理贸易以及国际议题 据彭博社引述六位消息人士称 川普蓄势待发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而大线就在搜集完公众意见后的9月6日 似乎已经箭在线上 如果川普确定要加征关税 那会如何来实施 外界分析 很可能会像先前对500亿美元商品 征收关税那样分阶段实施 当时事先针对34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经过调整之后 才在对剩下的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根据BBC报道 卡托研究所一名副主任认为 川普第一步可能先实施200亿美元关税 最新的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 范围比先前更广 包括汽车轮胎 家具 木制品 宠物食品 棒球手套 手提袋等等 甚至从石化产品到半导体相关产品 而消费品品项明显变多 根据路透社报导 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国消费者和零售企业的利益 9月2日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所举行的研讨会中 就分析了美中贸易战的短、中、长期影响 与会的专家表示 从短期来看 贸易战目前并未对美国市场的信心 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 但却加大了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焦虑 中期来说 中国部分行业的出口 可能会减少60%以上 对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影响 可说是非常直接 由于中国大宗商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高 高端科技和教育领域又面临供给不足 因此长远看来 中国在较弱的领域 可能会面临美国断供风险 金融市场的稳定度也可能会受到冲击 美国一出招 中国先前都予以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反击 那么这次呢 鉴于去年中国只有进口了价值1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对于2000亿美元关税该如何是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8月31日就表示 对于美国的施压 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的人该醒醒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报道 我想说的是呢 美方所谓的强硬施压的做法对于中方是没有用的 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觉得那些依然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呢 应该醒醒了 但对于中国下一步会怎么做 战略计划尚未明确 根据华尔街日报三日报道 东南亚国家协会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将于11月在亚洲举行 外界原本寄望美中贸易战会在11月以前结束僵局 不料川普却决定不去参加 此举表明了美中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迹象 川普对贸易战射出一发悲观信号弹 使得局势发展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就曾于8月30日直言 美中贸易战中没有赢家 合作可使双方受益 若部则会两败俱伤 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 中美经贸合作 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那怎么不坐在谈判桌前好好协商呢 说的简单做的困难 目前美中双方谈判进展缓慢 也不胜理想 在6月份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之后 直到8月底才再次重启谈判 然而双方代表的等级都比第一轮谈判时还低 由于在第一轮接触时 在谈判诉求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吸取教训才都派第一级别官员 进行试探性和技术性谈判 使得外界对本次会谈的成果不抱太大希望 虽然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有分析指出 从人均GDP水平以及科技 教育和金融等领域的发展水平来看 中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尽管如此 美国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 就可以看出美国发起贸易战 不单单只是因为简单的贸易逆差问题 也不只是为了其中选举而做的权益之计 川普真正的目的在于 通过强调减少贸易逆差来获取谈判筹码 进而遏止中国发展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要低估川普准备打贸易战的决心 川普将和欧盟达成协议 一同联手对抗中国 让中国越来越被孤立 经济表现日趋疲弱 还说到习近平似乎认为 等过了11月的中期选举 川普就会变弱 进而减轻贸易打击 直言习近平是做了一个很糟糕的赌博 川普拟家争2000亿美元的税收消息 一传出后 美股标普500指数 触及盘中低点 美元、人民币和美国公债收益率也下滑 金融市场一度动荡 不过彭博社所引述的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政府官员对如何推动北京改革的意见 仍存在分歧 因此川普还没做出最终决定 后续关于贸易战的最新消息 将持续带您关注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